各位,金融司林定國說外圍因素會隨時令本港的經濟出現危機 但是本港有足夠的能力應付,新維嬌報導 金融司林定國在出席一個公開場合後說 香港本身很容易受到外來因素影響 例如是關貿總協定301法案和鄧小平的健康 都有可能引致本港經濟出現危機 不過本港經濟向來都極具應變能力 可以將危機變成機會 他相信由現在到97年之後 本港都會有機會發生這個情況 另外在港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調查上市公司的權力問題 林定國說可能由於現存條例有空隙 未能夠確定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進行初步調查的權力 政府現在還跟有關方面研究這個問題 相信很難會在這個立法年度完成檢討 至於有關出售海外信託銀行的可行性報告 林定國說相信顧問公司很快就會完成報告 向港府提出建議 無線電視記者新維嬌報道 美元今天在亞洲對日元略為反彈 但是對其他貨幣下跌 日本大狀相和經濟企劃廳廳長先後表示 日元過強會對工業不利 但是回商和投資者並無理會 市場集中注意星期五公布的美國就業數字 而來自非日本本土的沽盤 在下午將美元對馬克匯價推低 東京股市連續第三日下跌 日元強勁引發外資獲利回套 以及太少政府資金日市 令到股價缺乏支持 日經平均指數是跌了224點 周四步17748 至於台灣股市就出現技術性反彈 加權指數上升45點 是報3397的 遠東女質半年順利1600多萬 中期息每股是三個先 康歷求支半年順利361萬 是不太中調整 本港主持今天 尖聲後回程